记者出于职业本能去揭露事件真相的时候 一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 丑恶嘴脸就暴露无遗 如今深圳商报的秦兴为记者也被打了 只不过这次打他的这个人相当的大气 他是省政协常委 右边这个富泰女人就是被指的打人者刘伟红 一个地产商现任广东省政协常委 而被打的则是深圳商报的记者秦兴梅 你还当街打人了 你当街害我 我什么时候当街害你 你是报纸上害我们 事情的起因是由一篇报道引起的 原来秦记者前几天曾对刘伟红旗下的深圳遗警中心城 涉嫌违规出售商铺连续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面对此事之前一直沉默的刘伟红 昨天下午通知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通知说是两点半开始 我们所有的记者一直等到三点半 他才出现 一出现以后就开始指责我们报道失实 然后还说我们记者放言 要把他从省政协常委的位置拉下来 随后突然涌进来三十多个向刘伟红讨钱的业主 见此情景刘伟红迅速离开 而紧随其后希望能够采访他本人的秦记者 就说自己遭受了当胸一拳 我的肩膀就扯过去说要拍照 然后我脚跟还没站稳 他一拳就打过来 正好打在我的那个胸口 然后我当天都喘不过气来 医生诊断就是胸外伤 今天一线记者曾经试图联系刘伟红 但对方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而深圳福田警方表示 双方对此事有不同的说法 下一步将会搜集证据再做调解 据深圳商报给今日一线通报的最新消息 今天傍晚刘伟红来到了深圳商报社 对打人事件做出道歉 并承诺尽快的对购买商负者进行退款